把那個外掛掛進來 Workspace我剛剛講過了 e-help 這邊e-store new software 那他會跟你 請求一個網址 或者是一個檔案 那我們外掛的位置 那個網址我已經 因為這個把它填上一個網址 因為這個網址 你可能要找一下 我直接幫各位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那個 下載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做 雲端白板 那所謂的雲端白板意思就是說 本來應該寫在白板上 白板寫不下 我剛剛寫在雲端上 而且這個雲端白板將來永遠會存在在這裡 你把它打開 就會看到剛剛我們做過的動作 的 畫面 安裝 你會找到一個安裝外掛 的畫面 底下會有個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 Ctrl C Ctrl C之後怎麼樣 把它貼上 貼到那個eqlubus這邊 貼上 把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再按ok就可以了 再那個 這個 有沒有下載 就是我們這個雲端上面 你就 切到我們的雲端 雲端裡面會有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 就會有 剛剛這個 文件 因為如果你要自己打這一串 恐怕 容易打錯了 所以我乾脆直接幫各位直接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你就往下全動 會有個網址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之後 貼到這邊 按個ok 他會怎麼樣呢 去幫你抓到網路上面的 Python的一些外掛 那你只需要打勾 兩次 後面應該會 Nesser 再來Nesser 再來 Accept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 I accept 這個固定 預設是 不允許的 你就把不接受你就選接受 Finish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我把 那個環境給掛上 我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這個環這個環境設置只是 設置一次啦 之後的話你設置好之後這個環境就ok了不用 所以之後的話 反正我們就拿他來用 只是說再來就是 學習怎麼使用他 OK 熟悉他我想應該對你將來開發Python應該是 有非常大的注意 好 最後的話他有個什麼呢 叫Security and Worry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是 跟你講說 要不要安裝呢 當然一定要install Anyway 你全部幫我安裝吧 沒問題 好 然後呢要安裝哪一些 打勾 Accept 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 他問你要不要 反正一定要 要把它裝起來 最後的話呢 他會出現說 你已經裝好了 但是你需要什麼 Restart一下 所以你就把它Restart一下 按Restart Now 重新幫你啟動一下 Eclipse 好恭喜你 你已經把 本來只能開發 Java的 這個時候呢 變成可以開發 Python OK 但是 最後 如果你要 掛了 Python的外掛 最後 還要再做 最後一件事 這個就final了 你要告訴他 你的 你的 那個 Python的函式庫放哪裡 我們剛剛不是 第一步是裝在 低疊底下嗎 所以你要告訴他 那怎麼告訴他 請你到底下這邊 Python的路徑 Windows 這邊有一個設定 你就找到 Python的這個 去 New一個 把路徑告訴他一下 所以設定一下 給各位看喔 基本上你就圖示一下 Windows 這個設定有沒有 然後呢 找到 Python Python裡面的這個 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的話呢 應該是 告訴他說你的東西放哪裡 這個 Interpreter 什麼 Python 這個 就是他的 相關的那個 韓式庫放哪裡 New一下 告訴他說呢 我放在 Brows 我放在低疊底下的 這個Python的這個路徑 Python 在在哪裡 在這裡有沒有 Python36 我沒關係 有那個 對對 那個雲端上有畫面了 你就照 有沒有 這邊有雲端有畫面 你就照著這個畫面嗎 這個截圖啊 OK 可以 因為我先端 因為我們下 已經中午了 所以我先把進度先 Ready到這裡 下午如果不行 沒關係 我們會 重點回顧一下 OK 我先把它告個段 我這樣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 怕這個地方 按OK喔 好 OK之後的話呢 再按OK 反正他會 找到這些DL檔 Library檔 還有一些什麼什麼 Package有沒有 找到就按OK 好 他就掛上了 恭喜你 環境Ready 不過感覺很麻煩 以前好像我就 像微軟的東西啦 裝完就算了 可是他裝了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但是現在是什麼 真的感覺很像 自助餐 以前是你就全部 Service 都給你的 現在沒有啦 你全部 要自己來 這個 以後如果你使用自由軟體 你就是要有這個概念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只是一種使用 習慣的差異 你也不要覺得很麻煩 那細節如果有問題的話 沒關係 雲端上有一些細節的步驟 稍微參考一下 另外下午如果不行 沒關係啦 其實我還沒有錄影啦 還有就是說 我們那個 還有一個 剛剛這個 環境如果你不Ready 雲端上我有放一個啦 你就下載解壓座也可以啦 前面都不用做 懶人包 有放一個懶人包 但是我還是建議啦 環境還是要學習啦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所以其實重點是 你要 你要先開一個外掛 然後你要下載它的 資料 你要把它的資料工作 那韓式庫啦 韓式庫 對 先 Eclipse嘛 開起來 然後先外掛 New software 然後再 把韓式庫的位置 第一次安裝那個 告訴他 這樣就OK了 當然觀念是這樣 OK 露燈